我是不是做錯了些什麼 你跟我說 我會改的 圓滾滾的大眼睛 外形甜美亮麗 她是香港女星楊婉儀 或許你覺得很眼熟 因為她演出過不少知名港劇 沖上雲霄真情都有她的身影 現在卻傳出色嫌 串謀詐欺 你喜歡聽一個故事嗎 對 你看看 這是中國新年 我也有問問題的 小朋友又舉手 又會扮煙花 閃閃閃 讓她們自己覺得跟這本書有關係 原來楊婉儀在婚後逐漸淡出娛樂圈 轉戰教育界 擔任香港一所國際幼稚園的校監兼董事 沒想到卻從去年底開始 私下指示員工要求學生家長 將學費 車費 繳交她個人名下的另一間公司 涉案金額打港幣十四點七萬 約臺幣五十五萬元 現在相信我不是在做戲 楊婉儀現年四十七歲 一九九五年從美國返港 參加港姐選美 一舉拿下冠軍踏進演藝圈 打滾多年累積不小名氣 其實去年七月 她就和幼稚園股東 傳出金錢糾紛 當時還出面成心 並非為了錢而辦學 如今是非右天一筆 校方已將楊婉儀解職 並提告求償 記者 李宗芳報導